省道台11线不只有令人心旷神医的海岸景观 这沿路居民以原住民居多 尤其是以阿美族为主 如果放慢脚步 弯进部落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人文景观 每年的7月到9月 就是阿美族丰年纪的期间 北从花莲南到台东 各个部落都会举行 至于汉人最早登陆的地方是台东的成功镇 到现在还可以看到清岭时期 和日治时期所留下来的建筑遗迹 继续这个单元来看台11线的历史人文面 沈道台11线周边索津村落 以阿美族居多 每年7到9月是阿美族的丰年纪 各个部落会自行决定举办的时间 2005年开始 花莲新政府就将各个部落的丰年纪联合起来 变成大型的嘉年华活动 借此推展观光 男生打赤膊戴上雨冠 女生穿着大红色传统服饰 头戴花帽 大家围成圈唱着歌 向祖林表达感谢 数百年来的传统不曾改变 除了县府的大型活动 各部落自己也有专属的丰年纪活动 为期三到七天不等 从花莲到台东都有 成为花东海岸自然风景之外 另类的人文景色 阿美族依居住地与迁徙的关系 分为南式阿美 秀姑兰阿美 恒春阿美 马兰阿美 与海岸阿美 每当阿美族封年纪时 只要年满13岁以上的男性 部落头目就会赋予专属工作 称之为年龄阶级 总共有八个阶层 然后那个马兰阿美 就呼吁告诉他们下面的人 你们下一代要做什么 做什么 那个马兰阿美 下一层就是专门 我们有活动的时候 专门杀猪 要给老人家 去伺候老人家 所以每一个阶层 每一个前程都有工作 其中 海岸阿美的年龄阶级很特别 不是固定的阶级名称 而是看当时社会上 所发生的事件秘密 这样的阶级名称 叫创林志 像有很多人叫拉金剑 拉那个头 他那个就像 有的部落是 为什么有的叫拉台北 那个时候跟台北跟我们那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部落的人 都往都会骑的 大部分都到台北 所以那些那个青年人的名字 就给他提供建设 就给他骑个拉台北 还有甚至于是 以前我们这边也一个 顶东科业 现在改新东科业 那一年刚好是 比如说那部落 刚好有顶东科业 我们就给他骑一个叫 就拉顶东 那都是这样 可是名称都是 部落骑老 给小朋友命的 不过原本肩负部落 对外维安 与行政事务的年龄阶级 历经时代的演变 现在只剩下负责 封年祭活动的功能 因为国家的行政系统 已经把原来部落 要做的一些事物取代了 所以现在看到的年龄阶级 它就只剩下 从事祭典的事物 1803年 一位日本船长 漂流到秀姑兰西出海口外的 西浦兰岛 遇到当地的阿美族 并在那里生活 还写成一本漂流记 京洞清朝政府 派员前进东海岸 清朝末年 大清帝国来了以后 就开始开辟港口 所以港口呢 北边没有什么好港口 南边岛是有好港口 就在现在的成功镇 北边一点点叫做小港 1876年 清兵从台湾台东小港上岸 之后陆续与阿美族 发生冲突 最严重的是1877年 165名阿美族青年 遭到清兵大毒杀 史称大港口事件 他们刻意让阿美族人 去为他们运粮食 运好粮食之后 再设宴款待 当时候大港口的 那一代的阿美族人 喝这些酒席 但是等到这些族人 因为他们工作 他们帮忙运米粮到成功 又再回来大港口 其实是很疲惫的 喝完酒 然后吃完那些饭以后 其实大家都也没什么 多大体力 这时候清兵主 就是一口气 就直接枪杀了这些人 还有陷阱啊 原住民跳也跳不过去啊 有那个坑啊 后来就前步杀 在这里睡 我们原住民最难过 就在这里 阿美族抵抗外族的故事 也发生在台十一线南端的台东城邦镇 时间是1911年日治时期 因为修筑新港 爆发警民冲突 历史称为马老路事件 本来本身阿美族跟日本警察他们就是有那个 本身有可能就存在一些旗舰 然后他那天刚好是一个引爆点 那个都立方所一个副所长 他就很凶啊 就把一个他们的一个副头目的打他的头 那头目一时气愤来讲 就把他拖到外面就给他杀死了 哇 然后这个事件引爆以后呢 哇 就是我们整个来讲 从独立那边啊 还有结合其他的社啊 像我们这边的马老老社啊 那他们就集体啊 他们就攻到那个城堡那个地方 那个是一个叫做 他们叫做抗日事件 那是在民国印尼 日本人呢 他怕那个原住民报复啊 对不对 所以说他就故意把这个门做得很窄 最主要的目的是异守难攻 那那时候纵使说 原住民要冲过来的话 他这个门这么窄的话 一次顶多是两个冲进来 他们在里面防备 你要爬这个高墙也不容易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 可以简单讲一个防疫公司啊 台东的城堡镇是东部最早开发的城镇 而城堡镇最早有人登陆的港口 则是城广澳 因为属于天然港湾 外观像螃蟹 也被叫做巡广澳 一开始来讲他们就是小型的贸易 不 以物易物 后来慢慢这边的人聚集越来越多 所以从那边来讲 发展来讲就是 变成我们城堡镇和人最早开发的地方 清岭时期的城广澳 是东部最大的贸易港 而这里也有花东海岸线上 最大的杂货商铺 广腾发商号 贩卖米 盐等日常生活用品 并利用港口之便 直接把西部的物资运到东部 这个主人叫做温泰坤 他是屏隆客家人 那时候他在清草的时候 他就自己徒步 用手地从屏隆那边走到城廣那地方 当时他的人相当的高大 那时候他是靠当那个教夫 以前教授都是有教夫 他就是一路一路教过来 当然是客家人比较勤简 他又有生理头脑 他当一开始的时候 他从小型的贸易 然后后来扩充到米 盐 那民生用品都有 后来他又在卖 以前那个米 鱼 那个也是一种教育 然后自己又开那个监鱼工厂 然后又有土地投资 那时候算是 我们整个海岸线来讲 是守护 对 1996年 东部海岸公路进行拓宽工程 广腾发商号遭到破坏 仅存三分之一的断圆残壁被保留住 助力在荒烟漫草中 在马路边你就会看到 这个清朝到日据时代留下来的 那个建筑的残跡 那个等于是东部 这个台11号公路旁边 比较古老的建筑物的遗留 但是真正古老的都不是这些遗留 是我们阿美族的祖先 我们原住民的祖先 一路往上推 可以推到几千年前 台东三仙台的比西里安部落 用漂流木打造出 独一不二的牧羊群 本有一百多只羊 历经多次台风 与海水冲击 现在只剩零星几个 而残存的木头羊 可是部落的精神指标 我们这个部落叫比西里安 那个虚里就是羊 我们这里是比西里安 是羊羊的地方 然而这头既像羊 又像鹿 还有一点像山腔的装置艺术 其实背后隐藏部落青年过去的伤痕 这边部落的那个青年 就是出去外面工作的话 都会一直都会掩饰自己 不敢表现说我是原住民 以前还没有改那个名车的时候 以前还在叫山地人 甚至更早 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人家都叫我们藩仔 叫樊 所以说后面 所以说会做成这个样子 他们当初这个 那个建国就想说 好我们就做一个又像羊 又像鹿 就是这个才 这个他们当初做这个牧羊群的这个 所以说我们现在 只要有客人 我们就说我们跟他们介绍 我说其实它就是羊 你不管你做的像什么 可是改变不了那个 你本来就是个羊的事实 不只有遗迹 有遗述品 台十一县花莲新社这边 还能看到 葛马兰族人正在复兴自己的文化 葛马兰族妇女手中的香蕉丝工艺 是独有文化的证据 1990年代 葛马兰族被学者质疑 已经遭汉化与阿美化 拒绝让他们恢复族名 为了证明葛马兰族有独特的文化 老一辈的人 凭着上一代传下来的记忆 手工还原早期使用的编织品 当时自己做自己用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背带 侧背带后背带 还有可以做遮阳的 以前那个农夫太阳 中午太阳很大嘛 弯腰嘛 可以把它变成遮阳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 晒稻谷的布 东海岸引人入胜 学者建议来到台11县 要放慢脚步 才可以发现蕴藏在美景之下 丰富的历史宝藏 东海岸是台湾现在最早有人住的地方 长宾文化的八千洞遗址 年代至少可以找到三万多年 然后呢 小马的洞穴里面出土的人骨 经过鉴定测量 矮黑人 年代大概在六千年到五千年左右 是矮黑人 然后接着 新时期时代的我们南岛民族的祖先 一路演变下来 一直演变到最后 阿美族祖先的进步文化 这整个东海大处都是 丰富的人文与历史 让台11县 不再只是缩短城乡差距的景观公路 还是一条能让人细细探索的人文公路 也尝试 感谢大家